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走势上引起这些特别思考方法 昨天的欧元出现第二段下跌 但又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走势 可以借助这走势给大家看 看图多时会发现有些走势以尘相识 会寻找特征是否有相关性 好像昨天才导致我们有这种看市方法 昨天的走势 大家看看图像曾经发生过 3月20日 即是美国第一日以息那天 欧元曾经出现过一日升一日跌 回补了所有的升幅 现在大家可以看看这两段有个类似的形态 当你看到有些走势 看上去看投资 好像是这样 不妨尝试试 从今天开始 见到有些类似的东西 尝试拍下来 可能你看到 便会形成到手中无涛 心中有涛 可以看到有某些形态出现 有预期心态 会知道出现了这样的形态 应该怎样做是最好的 或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大家不要常觉得 昨天的过气 原来可以给你分析的一种判断和理论 这是很特别 以前我很少告诉别人 因为我不想把形态变成语言 告诉大家 但希望借助这种走势 可以告诉大家 转变 昨天欧元的走势 亦要反映 明天是一个长假期产生 所以可能亦要有些获利回吐 不过 今天应该怎样看 好玩 对不起 不是包咬镜 只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在形态上 如果你想买 欧元 即美元会再跌 而欧元会重新上升 这个价格是最划算的 昨天的日元 1.23 2293 可能是 直拼到最高的 拼到第二段上升趋势的 时机 日元 日元未必可以 日元 日元好像更弱 真是跌 日元 日元 其实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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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酸 瑞士法郎 昨天 有个比较 大的显著下跌 这种形态 又想告诉大家 如果市场节奏 觉得是动感 就会感觉到 好像是硬被人 扰了上去 那样 澳洲市 继续跌 跌得很惨 看美元 美金竟然出现连续两天上升 很少有 美元指数上升空间又会受到限制 所以今天 大家可以考虑 复活之前 想点算再执行 或观望 因为今天是一个关键 所以今天的市场策略 值得大家留意 记得去SkyFanLang的非福专页 今天节目才做到这里